多一点 自打 这一个开局 两个人没有什么对抗 送着起步第一个弹射的路线过来 稍微卡下气但被等了一下 进去出来的是这一个顺侧 再找机会实现超过来之后的这个弹射 阿康脱了 是的 阿康脱了被顶开了感觉这个点 顶弹这边再弹过来 路线转向过来再先接一个甩尾CW 在前线上看一下这个段空飘的落点 两个选手都顺利过来再先接一个甩尾 没弹出来又是一个拖飘 是的 这个拖飘下来之后的话 有难度啊 转接拉过来以后 转接一个点飘 但前线沿上看一下这个弯道的ECU释放 这个舱子到落地以后感觉有点够难的 开弹气两个人的节奏一样 看一下落地以后的ECU释放了 这边路线转向过来没有问题 红二也顺利通过ECU 也没有出现路线的偏差 最后一个点飘 可以拿下这一局 那恭喜RK先拿一分 现在红二在首图上面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同样选途权又来到了阿康的手里 在二位抢七的第一分拿到之后 对于对方来说的话 选途一定要是打同车的图 前期就看一下分数吧 如果2比0的话 我觉得再去打赛车也是可以的 这一局主要还是出在弹射的那个点上 这一场雪山之天 红海尔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看一下刚才的真我时刻 这边 感觉是他自己操作有点着急了 然后第二个弹势也没有弹出来 这个情况下就后续无力了 嗯 比较稳妥的赛车啊 开局的起步红二还是更快啊 这个测身 诶 是的阿康这边 起步神龙百吻 没有 起步没喷 然后又卡了下气 又没喷 对 这个距离就相当于红二 现在开的是严峻 是 我这张图意外心很大 但是阿康主动敢选 觉得这张图它是不是又是冲键 看着后续双方的稳定性了 阿康感觉通过几关道 已经是拉近了距离 哇 现在已经不是赛季出了 双方这个稳定性都拉满 这边撞后拉喷 阿康这边有点摇摆啊 是的 这边路线还要再调整一下 这是这个侧身CW过来 距离有一点点被拉开 对 刚才的内部调整 主观就被拉开了 反而是红二这边的这个 线接会更大一些 刚刚这边连续的卡器 随着他们过来 哎 哦 红二贴死给机会了 但是稍微挡到了一下阿康 就到第二圈这边 红二贴死给机会了 就到第二圈这边 红二贴死的礼包 好像是已成的礼包 但是现在这个距离 对红二贴死来说 是完全有的对抗 有的追的 那也要注意一下 跟车的情况 他在这边甩尾以后 路线要调整一下 不敢操作了 红二贴确实不能操作 对他刚才出弯 已经是有点小拖的情况下 那个侧身是 闲接过来中的后桥 对的 他那里如果着急的话 是完全会失误的 那这局阿康可以成功拿下 又是一局上墙给机会的对决 哎呀 那现在一起翻回一分 你能来到1比1 1比1了 现在红海尔来选 还好 红海尔选择的话 我觉得刚才的自己跑得很很到位的图 刚才跑得很到位的图 嗯 新梦 新梦可以 海冰之眼 打一打 对吧 自己王图完全可以选 发现阿康的这个 这个起步有点梦幻 一直没喷 一直没喷 你看这里多瓜分了一下 少了一少喷 然后就行这个甩尾 红海尔这个 太糟了 而且他挡 挡这一下 没有把阿康完全挡死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然后红海尔在后面那边 连续出弯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出弯的情况下 就有些偏左的情况 再拉一个侧身 直接撞后墙了 是这样的 还是选出了刚才的关键图 看一下结局的起步 甩轨过来再进行一个进阶 落体延续 WCW 开局阿康就直接是 一个大礼包 哦 掉歪了 他撞左边了 这 开局 这阿康就是直接一个大礼包啊 没说完呢 没说完开局 本来想说达到大优势 直接一个大礼包 好的 那现在这一局比赛 对红海尔来说 压力就不是那么的大了 这个距离稍微有点远 就到第二圈 这边弹制完 以后先接一个WCW 直接延续过来 再帅 好了 不错的路线 路线也没有问题 在前续可以延上 直接延到底 再险见一个进阶川 基本上没有难点了 最后一个固然车 求稳过就好了 再延续 WCW 做地下来 还是很好 直接一个测试 稍微点小拖 还行 但并不影响啊 并不影响 最后比分来到2比1 现在是 来到了阿康选拖 是的 一分我一分 我一分 两边就是打打一打绝活是吧 这个是真绝活 开局就结束 一分钟内结束战斗 这 下一局看看阿康又要怎么选 老街工地都选了 那你觉得每街大俠谷 还会圆吗 那我觉得不如来一首 苏格兰场 他上了左边了 要不然我感觉这个路线还是很OK的 主要下的比较靠左 然后也没留给他点票的那个时间 直接撞上去了 是的 奔着难途来打喽 阿康想要 拼一首自己的细节 十三 看一下这一局 科隆大奖堂两边都拿出了机甲的表现 先来看一下这局的起步 这张图还是可拼一拨路线 这张图还是可拼一拨路线 开始萌萌的闪烁 闪闪车针 嗯 来了 看一下这局起步 红海尔确实要比阿康快很多 对 阿康起步当时要是 4.9 阿康起步确实要有点影响 但是这边出完之后有拉近距离 但是这边出完之后有拉近距离 红海尔刚才是有一个 哦 两边已经拉近了 先直接过来 板超了 再去卡满 要看一下后半段的这边控车了 一次又再开 路线让过是高领人须顶了两下 是的 红海尔这段的速度损失有点严重了 是的 直接卡到后桥了 这边落地有的先接一个飞大W 再弹 你拉开的比较大 距离要看一下后面接近的团射 一弹第二弹都没有问题 转向过来 也没有问题 这个距离 两边都没有ECU的情况下 完全就是拼自己的路线了 是的 而且后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 这边顺色的提升 我们再行接一个单线 这边这个帅位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最后阿康一分 11秒63 那记录 我们先进了 这一局打完比分又平了 来到了 抢这个第三分 二比二了 是的 这个起步啊 真的是要比阿康快很多 如果红海尔能够保证自己起步有优势的话 后续的 这个极限性再拉高一点 阿康很难打 就这里拉近了距离 然后下一个弯道 直接顶到了后墙 嗯 整个出弯路线都改变了 这个开局 只说女人就决冲了 对了 先走一步 这边在行接一个甩尾CWW 阿康能来进行后追 进入到室内 甩尾 是这个竞节双杀 好吧 淡气 没有弹出来 一个欧帅 这边一个WCWW 我的天啊 欧帅要再开一个淡气了 刚才没有弹起来的时候 要没跌上WCWW 是的 这段步优势 直接被拉紧 这边竞节再拉出来 出弯 但是距离上还好 但是进入到第二圈了 是的 这边稍微延续延上 但是节奏都找回来了 这里直接开弹机之后 甩两连两个甩之后 现在和洪海尔的距离 已经直线的拉近 但是这个距离 还不足以对抗 对于洪海尔来说 依然有绝对的优势 以后ECEO 从这边跳起来了 但这边上在行接一个紧接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弯道了 现在也碰不到 洪海尔最后也是成功通过的 在大半五年上 可以完成这一局的充限 是的 12秒52 那么下一局比赛的话 对于洪海尔来说 这个智慧女神 如果要打的话 那洪海尔可能就要直接上机甲了 什么图 看你打什么图 现在是 就是女神可以打一手人遇到 人遇到的话 机甲不是也很给力啊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要把这个机甲给打出来 或者你就打同车 其实智慧女神不太好打了 打每周好了 打同车 不要在乎这个智慧女神 她的存在就可以了 智慧女神这个车不太好打 因为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对于后续的选图来说 你选一手人遇到 那OK我上机甲 阿康在第一圈出完也是出现失误 所以在第一圈出来以后 并没有拉近距离 这张图先打掉其实也可以 对吧 毕竟是悟空的一张王图 看这个台队 走 看一下 侧神起步 从左边一个WCW拉过来 释放CWW 暂且去延盛 在刚才的起步 其实阿康还是 跟断鸟有被影响到的 有点飘 重一点 乖但是这边路线要稍微再调整一下 但是这个距离对于机甲来说很舒服啊 你顺着这边飞跃要注意 成功飞跃过来 来了 这随便靠啊 两个ECU 还有一个ECU呢 你拉近了 对 那这边落地要注意一下路线出完 点一下 WW 自由反超过来 控车也控住了 但现在居然上的时间小朋友 但是阿康这边给了个大拖飘 是的 提前放一个氮气CWW 在这个长制造路线稍微控一下车没有问题 最后的一个摔毁 能够完成充限 我已经不险了 恭喜 阿康这边4比2 拿下第一段的胜利 我觉得应该有预想到会拿出这样的赛车 但机甲就是赌你一手意外性吧 如果像中间阶段你控车没控好 包括ECU释放点 释放完以后 你赛车没控好出现脱飘的情况下 也是有机会反敲的 是的 这局比赛上半场也是以4比2结束了 对于阿康来说 其实最好的分数应该就是1分 对吧 4比3是能够完全接受的 但是在前期出现 侏罗巨公园赛车差异的情况下 还要坚持反打这位女神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 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把这张图给打掉 也不是为了让悟空选出来 对 针对一下悟空的网图 大家继续起步 起步侧身还行接一个段位 这边又留了个16 是的 释放过来以后 最后 但是这个拖飘太伤了 不错 他今天开起蛋器 在最后这个路线 但前续还是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影响 如果没有拖飘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再和落地下来的 红孩儿有一波小的对抗的 但主要是要看红孩儿这边 给不给